今天我们来做一点我们湖南的泡菜 用这个包菜泡的三天就可以吃 现在我们洗点干辣椒 这个蒜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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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开始做 这个自己种的包菜就是小锅 不一样的 特别香特别好 你看有那个包菜的清香味 这个我们做泡菜啊 这个老一点的我们就把它拔掉 不要了 要这个漂亮一点的 这个包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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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younger 这个包菜 这个包菜 然后就是小花 直接开一根 这个包菜 这鸭子特别喜欢吃啊 把它洗干净 现在我们开始做 把蒸切片放在坛子里面 两个坛子一个放一磅 放蒜子 干辣椒 放点冰糖最关键 这个泡菜泡出来又比较脆 又比较好吃 每个坛子放棒碳水 我们再把两个坛子里面放 放一瓶啤酒 一瓶风险两个坛 把盐搅拌均匀 现在我们把煲菜切开 破浅两磅 这个切撕开 把水分沥干 煲菜已经洗干净切好了 水分也沥干了 我们就放入坛中 出品了 这个水还少了一点,我们这个泡菜一定要用这个水盐盖住 最后我们把这个保鲜膜封起来 我们把盖子盖上 最后我们倒上水 再把这个盘子的边缘放点羊包 让这个天喉水没那么干的快 简单的泡菜已经做好了 三天就可以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方如歌视频的话 在下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吃泡菜的话就用如歌这样做 绝对好吃 先摔起来 摔 elf 先摔到水